所以這個是我們比較穩健的工作 這個成果 那至於說這個 我們的私有的交易訓練 也是台灣也是算素質上的 那最重要的是在會議成長 會議成長全世界尤其是國際同學 對我們承諾可以分為五個負荷區 我們要對台灣是一個協助 跟幫忙發展的一個基礎工程 那這個基礎工程做了之後呢 我們必須要把它填補 再把它填補填滿 至於中國世界私有 現在一定要在達到這個目標 我算一算我們單兩萬人 兩萬人私有 是算乾安好這個比例 這是按照這個成長的比例 我們缺額大概有四幾萬 就能夠達到一百五十萬 我們承擔其中的兩萬人 如果能夠達成 年內可以達成 我們也算四年之內 可以達成的話 就是對總會 不但是全力支持 有些年會之長 我們存擔兩萬人 算是對國際同學 一個相當大的貢獻 那對台灣來講 也是應該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熱心捐款 支持總會 對於全球的這個各教育之外 我們必須要參與 我們要參與 我們要參與 如果總會 單單我們 人數能夠達到 有這個六萬五千名以上 他要給我們每一年 各有一型的國際理事 對於總會的發展 當然業務 業務的參與 我們也就多了 多了一行 當然這是對國際上的 台灣的能見度 以及台灣的參與 跟我們能力的表現 是個很大的機會 所以我希望說 大家共同的能力 那我算一算 會員成長 對於國際總會 主任人數的計算之外 最重要是 會員會隊的 會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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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给总会增加的收入是两千多万 所以从这个数字来划算 来划算的话 我们平常每一个人去承担 招收一些家庭会员 一个人可以 一个会员 连家庭会员是四位 那我们是不是用家庭会员 来填充我们会员的成长 第二个呢这个校园分会 青少年的这个分会 我们也来这个 让大家来增加 这样的话我相信就可以达成 我希望大家从这方面来多多研究 如果今天的会议能够圆满成功 那会提供一些意见来表达 谢谢各位 谢谢